同学们好 我们请把书翻到第50页 我们看第29纪 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 基本上每年一道客观题 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2021年 每年一道客观题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因为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节课了 大家学习比较辛苦 所以我建议同学们能够站起来 活动活动 舒展舒展你的身体 做做扩胸运动 要么洗洗脸精神点 因为下边我们要给大家复习的是 交换和重组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债务重组去年还考到了主观题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精神饱满 虽然是第三节课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精神饱满 有同学说 哎呀楼下放烟花呢 是吧 吃了根冰棍 哎呀真好 真好 有同学说今天都九节课了 行了 不管几节课 你们都很棒 咱坚持下去 首先第一个 我们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如何去认定 如果涉及补价的话 我们要计算一下补价的比例 这个补价比例不能超标 当它小于25%的时候 认定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否则的话是货币性资产交换了 那么在计算补价的时候 请记住了 各位同学 不要包括增值税 不管是分子还是分母 都不要包括增值税 记住了吗 来吧 各位 下边这个通关绿卡 真的真的太香了 有一些 它本身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但它不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比如说拿重货去换客户的非货币性资产 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吗 是 但它执行这个准则吗 不执行 人家执行收入准则 再比如说 我们交换的过程当中 这里包括金融资产了 它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吗 是 但它执行这个准则吗 它不执行 执行金融供给确认计量准则 对吧 再比如说人家这里涉及到 使用权资产和应收融资租赁款了 本身应收融资租赁款这块 它就不是货币性资产 不是非货币性资产了 而使用权资产这事 但它执行这个准则吗 它不执行 再比如说 控制了 合并中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 执行这个准则吗 不执行 执行企业合并 再比如说构成权益性交易 它执行这个准则吗 它不执行 所以这里边的12345 各位 它本身有可能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但它不执行这个准则 好 再来 下边这个 它压根就不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它压根不是 啥意思 这就包括货币性资产了 比如说商业汇票 太余成本激量金融资产 发股票 股票本身也不属于资产了 对吧 再不是偿货债务 这不是交换呢 再不是说 非流动资产 或者出处分配给所有者了 那是分配啊 它不是交换呢 再不是分给职工的非货币性福利 或股票形式取得非货币性资产 这些都不是 这些它都不是 所以这里一共包括十项 那下边的这些 它既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它又执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这里边有四个 给大家列示了这四个 所以各位 这个通关绿卡 就是你今年这二分 能否拿到的关键 前面说的那些都是理论 真正落实到实际 就是我给大家 你看这里一共写了多少条 五个加十个 再加上四个 一共是十九条 十九条它是出四条 你放心 它出的那四个 一定是在这十九条里边 一定是的 单选题或者是多选题 我不管 它ABCD 这四个 一定是在这十九条里边 一定有 所以你把这十九条给我记住 接下来 再来看第三十计 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我们这里重点掌握的是关于单项资产 有没有多项资产 有 考试考不好 基本上不考 你翻吧 这么多年都不考这东西 没必要嘛 折腾谁呢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要关注 单项资产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呢 它在确认计量的时候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供应价值计量 第二是账面价值计量 什么情况是供应价值计量 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该项的交换要具有商业实质 第二 换入货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这两个条件它都满足了 那么它就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如果这两个条件 有一个或多个不满足 那它就是账面价值计量 首先我们说说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计量 我们准则改完之后呢 它比较讨厌 其实你说的讨厌也不是 人家就更加可靠了 什么意思 我们正常来说 应该是以换出并换入 对吧 比如说刘老师 拿我心爱的小计算器 和你的听课设备进行交换 那么你的听课设备换进来 我路障应该是拿我换出资产 以它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的 但是我们准则说 如果你换入资产的供应价 是更加可靠 它的供应价是更加好 那你就按换入的 其实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这里也给大家公示了 你要是愿意背呢 你就背 你要是不愿意背呢 你就记 记什么 如果题目当中 给你换入资产的供应价 你放心 你怎么算 最后只要他提不出说 你换入资产的路障进行人 就是他的供应价 如果你为换入资产支付了相关税费 你再把它家里边 比如你换来房 要叫弃税 你把弃税家里边 这就OK了 无论你怎么折腾 你看他这给的公示 拿换入资产供应价 增值税的消享 减增值的迹象 加上你支付不加或减去 你收到的不加 你看 你不管怎么折腾 你不管怎么折腾 其实都是他的供应价 都是他供应价 你看 下边有这个快递费路 贷方呢 咱就加 借方呢 咱就减背 不就这点事吗 各位 你还用背吗 你不用背 对吧 贷方呢 我就加 以贷换借嘛 对吧 借方货入资产 那贷方呢 就应该加 借方就应该减嘛 你想想什么借方 收到股价借借方 增值税金项借方 那啥借贷方呢 换入资产供应价借贷方 肖向税借贷方 支付的股价借贷方 不就这点事吗 你说你还用背公式吗 不用啊 啥都不用 如果题目他不出事 并且他给你换入资产供应价 那么你资产的路上 就是换入资产的供应价 那这里有个交换损益 我们看一下 交换损益 其实就是拿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减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如果他不给你换出资产供应价了 那你得拿换入资产供应价来倒算 明白了吗 那啥倒算呢 拿换入资产供应价 如果你支付了补价 说明他不值钱捡 如果你收到了补价 那就忘了加 然后再去捡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对于供应价值计量 我们是有交换水域的 而对于账面价值计量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他就没有交换水域 你看没有 不管有没有补价 都没有交换水域 而对于以账面价值计量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个换入资产的路上 竟然怎么确定 各位这个时候咱就不能说 有什么简便的方式了 你就是以换出定货路 你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因为他没有交换水域 所以走的是账面价值 加上你支付补价的账面价值 或者简直你收到补价的公寓价值 这个我解释过原因 这里我不追溯了 再去减增值税的进项 还是一个道理看分路 在贷方呢 这些东西 怎么办 加在街坊呢 减 你告诉什么在街坊 增值是进一项在街坊 减呗 收到补价在街坊 那就减呗 然后你换出资产账面 在贷方那就加呗 肖像在贷方那就加呗 支付的补价在贷方 那就加呗 这里记住了 你收补价是按公寓 支补价是按账面 如果都是一项出款 无所谓 考试给你来个小变态 拿个什么商业汇票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你收商业汇票按公寓价 你支的商业汇票按账面价 如果你按公寓价 那就会出水益了 不让你出水益 所以这个是账面 收的无所谓 收到的时候无所谓 它不会有水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如果真的考你计算题 而不是文字 说下来个项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有 那好说19选4 而如果涉及到计算 计算啊各位 计算的问题 你就按照刚才 我给你介绍的 如果你认定 它是账面价值计量的 非货币性资产 没有随意 如果是公寓价值 那就随意 有同学问 汇票不是货币性资金吗 是啊 涉及补价呀 补价比例不超标 不就可以吗 对不对 补价比例不超标就可以啊 行了 那咱就过了 有同学还问说 这个公寓价值是啥嘞 你看啊 比如说你是 这个固定资产 那这里应该是 固定资产清理呗 对吧 如果你是无形资产 那实际上这里 还有一个什么资产促制 随意 就这些问题呢 其实应该是 在最基础最基础 那个阶段就解决掉了 但是如果大家 还有疑问的话 我认为这块 还是需要你去夯实的 因此怎么办 你把那个基础班 对应的这块 你不用听课了 你就把例题看一看 你看例题就能看到 课都不用听 把我们的打好基础 例题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 过了啊 接下来请把书翻到53页 我们看31级 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啊 以前年度也考 但是考的不是很频繁 但是去年呢 债务重组这里 考了一个计算飞行题 然后考了一道计算飞行题 所以呢 今年我个人认为 再考大题的概率不是很大 但是弄一个二分的选择题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关于债务重组的定义 就弄那么一个提问 你下来各项属于债务重组的事 这分能丢不 不能丢 听好了 只要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你什么时间啊 金额啊 方式啊 你只要重新达成协议 那他就是债务重组了 要不要做让步 不要 不强调这事情了 但是这里强调的是 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如果你的交易对手方改变了 那他就不是了 第二说法为 债务重组当中的债权和债务 就是22号准则规范的这些 还包括什么 租赁应收款和租赁应付款 但不包括什么 其中预计负债 合同负债和合同资产 这三不在我们债务重组 这个准则当中来进行规范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债务重组形成了企业合并了 那这个时候在合并报表 执行的是合并准则 这个简单了解 第三权益性交易 我记得啊 我去年出了一套模考题 那个里边就涉及到债务重组 应该是在主关题当中 应该是在主关题当中 我就弄了一个债务重组 去年可就考了 但是我那个债务重组 考的是权益性交易 去年主关题当中有一问 主关题考的是权益性交易 所以今年这个权益性交易 我个人认为啊 在客观题当中 还是非常大概率 有可能考到的 那什么叫权益性交易呢 这个我们之前专门有一季 讲过这事 所有者跟所有者之间 发生的交易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债务重组可以怎么考 看好了 说假 对以进行投资 在有表级权股份的80% 假能够控制以 以向假公司借了1000万 然后呢 A是也借给 以公司1000万 到期之后 以公司不还钱 随即 假和以 以和A都达成 债务重组协议 说A啊 给他免除50% 剩余的50% 这500万 立即清偿 但是假和以说 哎呀孩子 妈妈给你免800万 200万还给妈妈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主体是以 我先就问你啊 A跟以 没有关联方关系 假和以 这是关联方 这无庸置疑 对吧 母子公司 A 其他债权人 给以公司豁免50% 那么你母公司 给以公司豁免80% 注意 你多出来的这30% 这300万 我不认你债务重组 随意 无论是假 还是我不认 我只认你这500万 因为这500万 是跟其他非关联方的 债权人 同样豁免的标准 我这么说 大家理解了吧 因此这300万 不属于债务重组 随意 应当作为 权益性交易 来进行复利 听明白了 就这图 你记住啊 写在书边上 这图你给我记住 写书边上 考试真的考你了 咱今天这二分 算是到手了 然后债务重组 构成权益性交易的情况 这里有一二两个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不追溯 这里考试考你 要关注三个 一撮一魂点 第一个 如果简简单单考你 是不是构成债务重组 关键点看什么 各位同学 关键点要看 有没有改变交易对手帮 如果改变交易对手帮 别跟我说 肯定不是 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关联方之间的 如果是关联方之间的 你超过普通债权人 做出豁免的那部分 那就是全盈交易 不构成债务重组 第三个 这无论何种原因 导致债务人 没有按期偿还 约定的债务 也没有什么 双方谁占不占便宜了 记住 只要重新达成协议了 就构成了债务重组 就构成了 没有说债务人 一定要这个 得利 债权人一定要吃亏 没有了 不这么说了 因此 我们现在债务重组 这个准则还是挺欢的 还是挺欢的 那接下来就说说会计处理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考债务重组 考存文字的 让你判断 还有一种 就是考会计处理 会计处理它比较乱套 它比较乱套 因此我们在这里 一定要知道它的原理所在 所以请把书翻到54页 我们分别按照不同的清偿方式 以债务人和债权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帮大家去回忆回忆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首先第一个 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我们首先来看债务人 债务人 我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 我把我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递给对方 那记住了 俩站面捏一块 应付账款的站面充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站面充了 插格投资收益 插格投资收益 你也可以是债权投资 你也可以是其他债权投资 你也可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 各位同学 关键点在哪 如果你拿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去抵债 最后出插格 准则写的也是投资收益 准则写的也是投资收益 所以这点你要记住 它可不是流池收益 但是这个准则呢 也挺有意思 说如果你是其他债权投资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在持有期间 是不是有供应 价值的波动 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好 这时候你要把其他综合收益 冲了 冲哪去 如果你是其他债权投资 把它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把它转到流水收益 看明白了吗 你看 这个它不分 都是投资收益 到这它分了 这是准则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 我要提示给大家 如果考试考你了 千万切记 好 这是债务人 回过头来 再来看债权人 债权人你拿到这种金融资产 我不管你拿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是什么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是按照债务重组日的勾允价值入账 各位 我们只有两个日期 一个叫合同生肖日 一个叫债务重组日 这两个日期 一般 合同生肖日在前 债务重组日在后 合同生肖日就咱俩签合同 这天生肖了 而真正我进行资产交割那天 叫债务重组日 听明白了吗 所以一般是合同生肖日在前 债务重组日在后 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 包括下边这一堆 其实都是应该按债务重组日的 公允价值计量 只能够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公允价 这个交易费用 走了投资收益 而其他的这三个 它的交易费用 记录到对应的成本当中 OK再来 你这应收账款 把它账面件是干掉呗 对不对 最后出差格 记录到的是投资收益 这俩是一样的 都是记录到投资收益 这是拿金融资产情商 再来说说非金融资产 我还是嫌说债务人 债务人如果拿非金融资产记住了 一定记住了 账面对账面 出差额其他收益 你拿存货拿固定拿无形 都是账面对账面 把负债的账面和抵债资产账面 这两者之间的差额 给我进其他收益当中 明白了吗 不要缺失收入 这边给你弄个收入出来 错了啊 不要缺失收入 这边给你弄个什么供应价出来 不对啊 都是账面对账面 差额 其他收益 好 回头来说说债权人 债权人 他的逻辑是什么 各位 相当于是我把这项债权 今天我卖了 拿着钱 从你手中再把这些资产买回来 这个逻辑啊 所以你把这些债权卖掉 再拿着这些钱 把这些东西买进来 因此这些固定无形存货 它的路上进行是以放弃债权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 确定的放弃债权的公允题目 已知条件 给你了这书 好 然后你应收账款 有账面价值 这两者之间的差 走投资收益 那就相当于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与债权账面价值的差 走投资收益 但是这里讨厌有增值税 你就得按照这份路来 最后报寄投资收益 我再说一遍 如果这题不考证值税 那这事很简单 放弃债权公允 和债权账面价值的差 走投资收益 准则也是这么写的 对吧 但是把增值税放在里边 讨厌 增值税放在里边 最后倒计投资收益了 只能倒计 看明白了吗 所以这块也是投资收益 你看这边啥 其他收益 这边什么 投资收益 你说老师考试考不考虑 考虑 去年那个大变态的题 就考虑增值税了 好像还是不太理想 好像还是不太理想 所以有了去年的前车之鉴 今年如果再考的话 我相信初提老师也会吃一千涨一智 今年就不把增值税放到里边了 OK 再来说说 如果这里既包括有金融资产 还包括有非金融资产 那应该咋办呢 来 我还是接受债务人 债务人简单 记住了 账面对账面 插个其他收益 记住 账面对账面 插个是其他收益 你看 应付账款是账面 充满 库存商品固定资产 包括交易性计算 这些都是账面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都是账面 账面对账面 插个是其他收益 看到没 好 再来说一说 再确认 债务人就麻烦 第一 你这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是 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以它的入账 跟你放弃债权没有关系 跟啥有关系 跟债务重组日的供应价值 因此 债务重组日的供应价值入账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然后你下边有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产重货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些东西怎么办 看好了 我们应该是在 合同生肖日 它可不是债务重组日 合同生肖日 这些资产供应价值的比例 按照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扣除金融资产 入账进入之后的余额进行分配 比如说我放弃债权的供应价是1500 而这项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债务重组日 它的供应价是500 因此我这1000分给谁 分给固定 分给无形 分给库存上币 那分别怎么分 比如说固定资产 在合同生肖日 它的供应价是300万 无形资产是400万 存货是200万 那咱就分呗 对吧 那这个咋分 300乘以这些加一块是900 300除900乘以1000 那就分出去了呗 讲错了 我讲错了吗 没吧 没讲错吧 减的是合同生肖日 它的供应价 对吧 合同生肖日的供应价 分别是300400和200 这500是债务重组日的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 这300400和200 是合同生肖日 各项资产的供应价 没错是不是 没错就好 哎呀 我总怕给你们讲说 因为到第三节 我怕我口误多 是吧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X 那就是固定资产的 这个呢 400除900乘1000Y 这就是无形资产的 以此类推吧 这个就是固定资产的Z 看懂了吧 好 这些都结束之后 最后你债权账面价值 充掉 出差额 投资收益 这种题考客观题的概率 极其之低 如果考是应该是在主观题 因为客观题没有必要嘛 对吧 客观题整这么多 没有必要 所以它的逻辑是什么 各位 你不要蒙 其实这很简单 这事很简单 你放弃债权是不是有公寓 好 放弃债权的公寓价是多少 1500 这题目给定的一致条件 而在债务重股日 这项金融资产的公寓价是也有 这多少 金融资产的公寓价 这个是500 注意啊 这刚才我箭头画的不对啊 我再重说 我重说 刚才那个箭头我画的不对 我重说 看好了 我重给你写一下 1500这是什么 这是放弃债权 它的公寓价 减500 这500是什么 这是合同 生肖日 金融资产 它的公寓价 剩的这1000 是要分的 分给固定资产 分给无形资产 分给存货 我这么说能理解吧 这个是合同生肖日金融资产 它的入账金额未必 它的入账金额未必是这500 没错 我告诉你没错 你减的一定是合同生肖日金融资产 公寓价 这500它不是债务重组日的公寓价 一定减的是合同生肖日金融资产的公寓价 它入账未必是500 有可能是400 也可能是380 也可能是580 爱是多少是多少 但我减的一定是合同生肖日金融资产的公寓价 这肯定不错 你放心 这肯定不错 然后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无形资产 这个存货按比例 这个比例也是合同生肖日 也是合同生肖日 它的供应价 按照这个比例去分就可以了 看明白了吗 这个肯定不错 你放心 刘老师是拿我的性命担保 不错 但是问题是这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路扎是不是500 那就不确定了 因为这500是什么 是合同生肖日的公寓 而债务充肖日的公寓 可能是大于500 也可能是小于500 刘老师拿性命担保 一定不错 一定不错 最后就差个投资手艺 真的 这个不可能错 刚才要是说错了 那就是口误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书写错了 书也没写错吧 我看看 书也没错 书也没错 同学呀 哎呀 你看看你们呀 债务重入日 公寓价没错 合同生肖日 公寓价值比例 分配放弃债权 扣除金融资产 公寓价值之后 都没错 都是正确的 同学们 刘老师拿性命担保 书是对的 刘老师讲的也是对的 你把它记住 来再转股了 再转股是这样啊 咱先看债务人 债务人再转股 我不管你转完之后 那边什么控制啊 共同控制啊 重大影响 我不管 我这边都一样 我这边都一样 你看应付账款是什么 是他的账面 而股本和资本公寄 记住了 这可不是账面了 这是什么 这是发行权益的供应价 咱们前面讲的可都是账面对账面 这个是什么 这是供应价的 这俩是不一样的 出差个走投资收益 看好了 它是不一样的 我再看你看前面 你看账面 对不对 账面 看到了 再往前翻 账面 看到了吗 再往前翻 都是账面 但是再转股这块 它不是了 股这块是什么 是供应 你应付账款的账面 和你发行权益工具的供应 出差个走投资收益 你支付发行费 那就是按照发行费的规定去处理 充填资本机 估给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债务人这边 我不管怎么知道 都一样 接来看债权人 债权人这边 债庄股 那你看一下 你对于这个投资 我到底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程度如何了呗 如果你控制 那咱们还得分 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如果是同控 同控跟你那个什么债庄股有关系吗 没有一毛钱关系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 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 加最终控制方收购备合并报时 形成的商业 明白了吧 他跟你啥都没关 因为是统控 然后把你这个资源的账面是干掉 出差个借方先冲 自攻击不够 盈与攻击再不够利润分配 出代方记录到资本攻击 OK 再来说说如果是非同控呢 非同控它的逻辑 跟我们前面取得非基融资产的道理是一致的 相当于是我把我的债权卖了 拿供应价再把你的股权买过来 所以它应该是以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增加长期股权投资 最后把你债权的账面价值带掉 出差个投资收益 各位这投资收益 你知道是什么不 是你债权的账面和放弃债权供应之间的差别 就相当于把这个债权卖掉 你有账面 你卖了钱 最后出差别 走投资收益了 就这么简单 再来如果是非企业合并呢 非企业合并 道理是一样的 放弃债权供应 但是这里加了个相关税费 这里加上相关税费 如果这个有相关税费走哪 这俩走国立费用 对吧 为企业合并发生的这些中介费用数走国立费用 如果是非企业合并呢 那就记录到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我那个交易费用总结那里边都有 那里边都有 最后出差别 也是投资收益 有同志说 这个要比一比吗 要 因为你是非企业合并 我们这是初始投资这个阶段 后续采用权益法核算 非企业合并 该比还得比 那也得比一比 下边是处置组 处置组清长 处置组你要知道这里 既包括资产 还包括负债 其实这里说白了 各位来往前看 以资产组合进行清长 那这里含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个负债 因为初始组当中 它既包括资产还包括负债 在这里各位同学 这一趴你不用管了 因为考试考你初始组 除非除非它变态到极点 考你个大体考初始组 否则的话在科学题都能考 如果真的想考你初始组 文字版的不会让你去计算 文字版的你给我计什么 来 债务人这边计一个其他收益 债权人这边给我计一个投资收益 我给你涂上颜色了 看明白了吗 初始组 考文字 说明 债务人这边给我计一个其他收益 债权人这边给我计一个投资收益 跟前面讲那个非金融资和金融资核块一块是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多了个负债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计算的时候这里要加上那个承担负债的金融 就多了这么一块 就多了这么一块 组合方式 组合方式呢 就是前面这些都给他揉一块了 都揉在一块 都揉在一块 你记住这边 投资收益 这边呢 有其他收益 也有投资收益 那你看啥呗 如果你是拿资产进行清偿 那就是其他收益 如果你这边还发股票了呢 那就是投资收益 所以各位同学你看一看 我们债务人这边 各位括号一是拿纯纯的金融资产进行清偿的 那是投资收益 括号二是拿金融资产 对不起 是拿非金融资产清偿的 括号三是既有金融资产 还有非金融资产 都是其他收益 而括号四在转股 那边是投资收益 所以各位同学债务人这边 第一个是纯纯的金融资产 第二是发股票清偿 这两个最后形成的是投资收益 剩余的都是其他收益 看明白了 剩余的都是其他收益 我知道大家头大 所以在这里我要求 也是我给你的建议 一二三 四资产清偿 包括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金融和非金融合在一块 以及再装股 你把这些给我弄明白了 够了 而这些纯纯的什么 处置组啊 或组合方式啊 记住最后科目的归属 考试考这种大的计算题的概率 不是很高啊 考你文字说明 所以最后你把这些文字说明 能够记得住就OK 所以你还是不放心 各位 我可以很富神的告诉你 基础班这些我都举个例子 你也可以不用听 打好基础上都有例子 你可以看看例题 例题能看懂 这部分其实就过了 其实咱们就过了 好不好 行不行 好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十三级 货有事项 三十三级啊 说白了 考试不怎么考 不怎么考 但是它是个基础 所以在这我要说 我们当满足三个条件的时候 要把货有负债确认为 预计负债 哪三个条件 适当去关注吧 为什么 以前年度曾经在主关题当中 要求大家写理由 写理由 那就这三个 第一个限制义务 第二很可能第三个可合计量 这三个要会写理由 当这三个条件 你都满足的时候 你要把货有负债确认为 预计负债 如果这三个条件 有一个不满足 那要不能在报本上确认 这个报本指的是个别报本 在合并报本上满足条件 该确认也得确认 再说一遍 在合并报本上 那个货有负债满足条件 是要确认的 因为咱们现在都学完了 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关于报本披露 货有负债要不要披露 批 除非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你可以不批 货有资产批不批 不批 除非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你再批 就这些东西 考试真是考你的的话 它是纯文字嘛 对不对 纯文字 负债是极小可能 我就不批了 资产这边是很可能 我就要批路 你把这些关键词记住 把这些关键词记住 那有同学可能会混 我怎么记者资产是基本确定呢 各位 基本确定 那是确认 这是报本上不确认 我需要披露 所以笔记混了 笔记混了 来 接下来 我们看34G 是关于货有事项的计量 那在这里 关于预计负债的计量 我们在161821年都考了 就这点东西都考了 很简单个事 很简单个事 就是考你计算 看好了 我们在确定预计负债最佳估计数的时候 你先给我看好 它是什么情况 如果它是存在一个连续范围 并且这个范围各种可能性大致相同 比如说输了就赔钱赔100万到150万之间 并且这个区间每个发生的概率均相等 那就是上下线平均100加150除二125万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没有的连续范围 这时候你看是单个事件还是多个项目 如果是单个项目 那找最可能的 比如说如果输了要赔钱 赔100万的概率是80% 赔150万的概率是20% 这个时候你需要加权平均吗 所以不需要 不就一个事吗 赔或不赔吗 那赔早最可能的 80%赔100万 所以100万就是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 如果是多个项目呢 这时候你得加权平均呢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产品质量保证 对吧 发生较大维修的是销售率的5% 一般的是2% 较小的是1% 那咱就加权平均 各位这个没有任何的难度 唯一 就这个 不存在一个连续区间 当个项目有可能同学们会加权平均 像我刚才说 赔100%的概率是80% 赔150%的概率是20% 不就是一个事吗 赔钱这个是一个事 对不对 就这一个事 各位记住了 找最可能的 不要给我加权平均 这是大家有可能会出事的点 剩余第一个和第三个 这基本上不错 基本上不错 那接下来说 预期获得补偿助理 预期获得补偿 从第三方获得补偿 记住了 只有在基本确定时 才能够作为资产 单独确认 这项资产叫 其他 应收款 这项其他应收款 能不能去过 充预期负贷去 不能 能不能超过预期负贷 不能 再说一遍 第一 这个其他应收款 只有在基本确定时 我们才需要计量 对吧 好 第二 能不能去充减预期负贷 不能 能不能超过预期负贷确认几个 不能 记住了吧 好 这个咱们就算过 那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关于货有事项 它在计量的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经济业务 如果同学坐累了 或者是听累了 稍微站起来 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 你看我讲说 我也不是一成不变 站在这 我也懂 所以同学们 坚持一下 很不容易 先给你点个赞 来看 货有事项的具体计量 第一个 未决诉讼或 未决仲裁 对于背高而言 那就是一项互有负债 对于原购而言 那就是一项互有资产 那到底能不能确认负债 或确认资产呢 具体来看 在这里 一共包括这四种情形 这四种情形 我都给你写在这儿了 我简单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 如果前期资产负债表 已经合理预计了 预计负贷 那这一期 实际发生机格 跟你之前有差隔了 直接在当期确认就行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前期资产负债表日 依据当时的事实和情况和证据 原本应该确认 你没确认 好 差错 进行更正 第三个 前面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证据 没法确定 现在法院判了 那判了就根据判的经格 直接确认就行了 好 这三个 最主要 最关键的考试 也有可能考到的 是它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资产负债表我缺了个预计负债 日后期间法院判了 判的金额和我当时确认的金额不一样 那怎么办 调整事项 要进行调整 明白了吗 作为调整事项 进行调整就OK了 那具体怎么调呢 各位 这个我们调整事项 一会就会讲 一会就会说 第二 赛产负担保 赛产负担保这块呢 以前年度偶尔考 但不多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不去给大家读了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写的很清楚 读一语 意义不大 有时间你可以看 没时间 今年它不重要 产品质量保证 产品质量保证 每年都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会和收入混 听好了 题目当中给你这个质量保证 你可以分析 它是保证类的质保 还是服务类的质保 各位同学 你能不能分得清 比如说 看好了 我把我这个心爱的小计算器 卖给你 我告诉你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我免费给你维修 各位 这是保证类的质保 还是服务类的质保 各位 它属于保证类的质保 因此它执行过有事项准则 满中条件 确实预期付贷 借销 不用带预期付贷 这个大家知道吧 但是我这么说 我把我这小计算器卖给你 我除了按照国家三包法的规定 给你提供一年的质保 我再给你延期一年 延保一年 延保一年 你可以单独购买 但是现在我搞活动 我不要八百八 不要八十八 不要八块八 今天我免费送给你了 各位 这是什么 这可就是服务类的质保 因此它构成履约义务 你要把你的交易价格 去分摊这项履约义务 按照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进行分摊 因此它执行的是收入准则 那考试给你都弄成预期付贷 那就错了呗 你得把预期付贷冲下来一部分 给它放到我们收入当中 因为它是在保证类质保之后 再去提供服务 因此按照我们确认收入 它属于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你在销售的第一年 你不能确认收入 因为它是在质保期保证类的 在销售的第二年 你是可以确认收入的 明白的意思了吧 所以产品质量保证 今年仍然是重点 它仍然是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促销力度太大 你去看看买这东西 正常保证一年 我给你保三年五年 你去看看家里的洗衣机 你有时间一会下课的时候 现在别看啊 看看家里的洗衣机 那上面都给你写了 电机质保八年 有的时候五年八年 最高十年 我家里的洗衣机八年 现在都十多年也不坏 不坏呢 我还不想换 不想换呢 又感觉这个老了 老了又想换 又没坏 然后就是很纠结 最后不纠结再买一个 两个一起用 一个洗外衣 一个洗内衣 挺好的嘛 所以各位同学 各位听好了 今年它仍然是重点 它仍然是重点 OK了吗 洗衣机现在很便宜的 我买个小米的洗衣机 才一千出头 很大 还带烘干功能 来吧 命题角度 就是要求我们在主关题当中 听好了 是主关题哦 你去判断这个盐保服务 它到底是否构成单向领域物 别美了 说理由 是否构成单向领域物 你说是 说理由吧 理由会说吗 理由会说吗 下边有 下边有 所以各位同学 别美了 得快说理由 考试你只是能够做判断 只能拿0.5分 说理由 还有一分呢 OK了 好 各位同学来 look 亏损合同 亏损合同呢 它新并不是这块新增 而是今年教材有变化 有变化呢 也不是准则发生改变 只不过是做出完善 什么意思 来看好了 比如说假 注意听哦 和以签合同 假象以共是提供100件产品 每件产品的售价是10万元 合同标的是1000万元 如果双方违约 按照20%支付违约金 按照20%支付违约金 好 现在是假事象以公司进行销售啊 进行销售 现在是这样 如果假公司还没有开始生产呢 但他开始生产的时候 这个成本已经飙到1300万了 原来我们认为成本是800万 然后我卖1000万 我还能赚200万 现在不管什么原因吧 成本飙升到1300万了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 我是执行合同呢 还是不玩的呢 那就看 我如果是成本1300万 而我的收入只有1000万 所以我亏了300万 而如果我不执行合同呢 我就1000万得了20% 咱就直接违约 所以我按照退出合同的最低成本来进行快利核算 那我就直接违约就行了 那就把它确认预计负债 借盈业外支出带预计负债就OK了 那这个其实没有啥变化 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 这1300万它是咋来的 这是我们准则当中明确的一个问题 解释公告要明确这1300万是怎么算的 这里边不单单包括直接成本 什么直接材账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 不单单包括直接费 还包括间接分摊的成本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成本的概念 这个成本应该是完全成本 就原来有的企业在计算的时候 实务上它没有把分摊成 如果没生产呢 这折旧费我不帮你算了 我只是把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算里边 注意不是 假设你生产 你告诉我折旧费要不要它里边要 电费水费要不要它里边要 所以这里强调这1300万 它是一个完全成本的概念 因此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它告诉你直接材料 把直接人工 还有预计可分摊的费用 都给我算了一遍 我们以往年度 1300直接给你 今天有可能这1300不直接给 就这么点事 这1300它告诉你 说材料成本飙到800 人工成本飙到400 预计将分摊的费用是100 那这个时候你要把800加400加钱 捏一块算 明白的意思不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有变化的部分 记忆这100万 准则解释公告 明确告知要给我算到这里边 算到这里边 作为完全成本来确定 好了 这就是有变化的劲 别的劲 没啥变化都一样 都一样 看看是否存在标的资产 不存在 那就直接确认预计负贷 再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把预计负贷去充 库存商品 如果存在标的资产 先对标的资产 记忆体减资准备 那其实执行存货了 就是借资产减资准 是带存货 跌价准备 超过了怎么办 再去确认预计负贷 借盈量的支出 带预计负贷 带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再把预计负贷去抽 库存商品 这部分不是我在串讲 要给大家解释的问题 我要给大家解释的问题 就是这个心是啥东西 就是我刚才说的 心是完全成本的概念 它包括间接分摊的费用 OK 第五是重组义务 重组义务是这样啊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确认这个负债 要有重组义务 要满足条件 第一有详细政治的重组书计划 第二叫公告 所以第一个叫有计划 第二叫对外公告 这两个条件OK 这项或有事项满足条件 是可以确认负债的 而确认负债只有三项可以确认 第一个叫自愿遣善 第二叫强制遣善 第三叫不再使用固定资产的撤销 逐利费 听好了 前两项 这都是跟人有关的 所以它是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我们讲职工薪酬讲过 第三项这个是预计负债 虽然我们准则都写预计负债 只不过因为它是在 或有事项准则写的 但是人家辞退福利 这里有没有自愿遣善和强制遣善 有 所以是一个事 两个准则不同的规定 因此自愿遣善和强制遣善 应该是确认职工薪酬的 这块我们讲技术班都讲过 在这里我不再追溯 剩余的什么 我们要固定资产发生损失了 我们什么职工的债培训 跟我们重组计划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直接支出 各位同学直接支出 就这三项 就这三项别的都没有 明白了吗 考试真的考你了 给你一堆别的乱七八糟的 都不要算 都不要算 说清楚了 好 过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十五季 叫持有代售的非流通资产 和出资主的确认 这些东西 想当年在 是18还是19年 我这脑子 19年吧 我想想脑子 飞数的旋转 18年 在18年 当年教材新增 考了主管题 除此之外 每年一道客管题 每年一道客管题 因为18年是教材新增 所以他考了主管题 除此之外 每年一道客管题 所以这个客管题怎么考 考过什么 我们就给大家主要解释这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第一个可立体出手 第二出手即可能发生 记得住吗 记得住吗 出手即可能发生 是不是三个条件还记得吗 第一个该批的是不得批 第二个是不是要获得购买承诺 第三个一年的要搞定 所以你看 该批的得批 要获得购买承诺 第三个一年内搞定 这三个条件都满足 叫出售即可能发生 OK 这两个可立体出售 出售即可能发生 满足是可以把非流动资产 或出制组 划分为持有代售 OK 那么有一些特殊情况 因为我们说一年内要搞定的 对不对 预计之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起 一年内出售交易能够完成 这叫一年内搞定 但如果超过一年呢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原则上 不可以 但有例外 例外就是延长一年的条件 第一个 你俩能不能是关联方 不行 肯定不能是关联方 好 如果不是关联方 你发生了一些无法控制的原因 导致你没法在一年内搞定 那我可以给你延长 那什么叫无法控制的原因呢 第一个意外设定的条件 第二 罕见情况 不可抗力了 对吧 比如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没法到你那个地儿 我这边疯了 你那边也疯了 我去不了 这时候可不可以延长 可以 可以 所以这是延长一年的例外 第三 是不再划分为持有代售的条件的处理 不再划分 那就打回原形 你原来是啥 就是啥 你原来是固定战 那就固定战 你原来是无形战 那是无形战 那就是打回原形 OK 好 具体来说 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第一个 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主 看好了 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卖 你买个固定资产不是为了使用 是为了出售 你买个子公司 甚至你买个分公司 你不是为了持有 你是为了处置 这叫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主 正常情况下 你转售取得的 你未必一年内能够搞定 所以你不能来的时候就把它叫持有代售 但是 如果你预计一年内能够搞定 因为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持有 就是为了转售 因此这种情况下 我们满足条件 你是可以在来的时候 就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所以对于企业为了转售 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主 如果在取得当天就满足了 预计一年内完成 那这个条款企业短期内 预计三个月 满足其他条件的 那咱就可以了 其他条件包括啥 第一个可立即出售 第二获得购买承诺 也就是说我们划分持有代售 不就是两条件吗 第一个可立即出售 第二出售极可能发生 出售极可能发生 这里包括三个 该批的批 获得购买承诺 一年内搞定 各位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我一年内能够搞定 所以他满足了 对吧 那我不满足的是什么呢 购买承诺没有 立即可出售没有 有同学说还获得批准呢 各位 你是为转售而取得的 买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批准了 因此你看一看 我们说那个其他条件 一个是获得购买承诺 另外一个是出售极可能发生 不是立即出售 可立即出售 你看是不是来 是不是可立即出售 出售购买承诺 你看不就这点事吗 一年内搞定 我又是为转售而取得的 已经获得了批准了 不就这点事吗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 这是考试经常要考到的 这是考试经常要考到的 就是持有代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每一种情形 在这里我都给你写了 100%代表控制 60%也代表控制 40%代表重大影响 80%代表控制 50%共同控制 10%是公民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以这些比例分别代表 都是我们常规的 没有特殊的 第一种情况 你看啊 100%到0 100%或60%到40% 意味着什么 丧失控制权了 对吧 丧失控制权了 好 各报怎么办 所有的啊 100%或者60%的划分为持有代售 而在合并报本中 记住了 因为你还没有卖出去 你还得合 所以在合并报本中 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均划分为持有代售 该合还得合 但是所有的资产 都应当划分为持有代售 因为你丧失了控制权 再看第二 或者看第三吧 第三先讲完它 100%到80% 你丧控了吗 你没有丧失控制权 对不对 所以不用管了 各报何报 不用管 该怎么做怎么做 说那怎么做 该合并合并呢 所有资产负债纳入到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该怎么做怎么做 你不是没有把它出售吗 对吧 你满足条件 你把这部分划分为持有代售就可以了 所以该咋售咋售 再来往上看 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 卖掉之后 没有重大影响 没有共同控制了 按公里价值计量了 因为你压根没控制 所以不涉及到合并报表 只涉及到各报 各报是这样 你把你卖出去 预计要卖出去的这部分 40%到10% 这是35%要卖的 50%到10% 这是预计40%要卖的 把这部分划分为持有代售 你是不是还剩10% 对吧 你是不是还剩10% 好 剩余的股权在你这部分35%或40%没有卖出去之前 它仍然采用权益法核算 我们打好基础当中有八道立题 就是这个点 有八道立题 这个八道立题就是准则应用指南的八道立题 你把这八道立题看懂了就够用了 你把这八道立题看懂了就够用了 因此我们看看命题角度 第一个 母公司计划处置 子公司满足持有代售状态 在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 选择题 这表格你看懂的选择题 这分咱就不能丢 OK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投资方计划处置 联系或合影企业股权满足持有代售状态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选择题 记住主观题不能考你 没法考 选择题 选择题 他也没法考你计算 考你算上数 就是文字 所以记住了 这块考试 他就是文字说明 他就是文字说明 你把他给我记住了 这分咱就拿到了 说清楚没 这分咱就拿到了 今天你们门考当中是不是有这部分 门考当中有是不是 来看第36G 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主的计量 这块咱们说几个核心关键的考点 第一个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前 你在没有会划分为持有代售前 你该按什么准则计量 什么准则计量 当你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进程 要不要提简值 要 那这个简值未来能转回吗 不能 所以记住核心关键点 就是它的简值 我记题之后是不能转回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说被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10 这个点 这个点你要比较什么 如果你这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主 整体上的账面价值 它低于了供应价值减 免出售费用后的净资 那提简值把它记录到资产减值准备 同时代计的是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请问 各位 很多同学在这里懵啊 这个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能转回吗 它可以转回吗 答案是可以 因为它已经不执行资产减值准则了 资产减值准则人家是跟可收回进程去比 它是吗 它是把账面跟供应价值减出售费用净而去比 已经不执行资产减值准则了 所以 它提了简直未来是可以转回的 这点要注意 它是可以转回的 再来 被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 之后 你还是要把你的账面价值 与供应价值减出售费用的净而去比较 如果 供应价值减出售费用净而低 那就提减值 如果高了呢 高了那就恢复 但是你之前提过的减值能恢复吗 被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提的减值能恢复 不能啊 好 一旦被划分为持有代售了 你的固定资产还提折旧吗 不提了 你的无形资产还提财项吗 不谈了 听明白了吗 好 如果是出之主呢 如果是出之主 各位 这里记住了 如果你整个出之主的账面价值 高于了供应价值减出售费用净元 先冲谁 你看首当其冲还是商欲 所以啊 如果你那里边有商欲 你先把商欲给我冲了 然后再把扣除商欲之后的金元 使用这个准则 说白了 就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俩资产倒霉 在这两个资产 按照账面价值比重区分 分入 我们99G 这里有个商欲减值准备 够了啊 没有他 没有他啥事 因为不可能单计一个商欲减值准备啊 都是在持有代受资产减值准备当中 显明系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商欲 所以把这块勾了 明白了吗 把这块勾了 好 各位 这个商欲提了减值 未来能不能转 刚才我们在介绍资产减值 那个专题那一记的时候 就说了 他不能转 所以记住了 如果商欲提了减值 不得恢复 不得恢复 说清楚了吗 那什么能恢复 不就是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对吧 这两个原来提了减值 现在是可以恢复的 说清楚了吗 这也是在处置主当中所涉及到的 因此在这里考试怎么考你 各位 就是把持有代受跟资产减值 给你揉一块考你一道选择题 问你下列各项资产或者是促制主 计题减值减备之后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有 那就跟你说哪个能转哪个不能转 你自己做好判断 哪些能转哪些不能转 因此这个分我估计今天肯定得出 我要是出题老师 就这个既考了持有代受 还考了资产减值 这两张捏一块出这么一个题够了 因此这个题各位同学咱们出了 咱们出了要拿分 要拿分 有同学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能恢复吗 因为它已经不叫固定资产了 它叫持有代受资产 这固定资产 明白了 它已经不叫固定资产了 如果单纯的是固定资产 那是不能的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摇身一变 变成了持有代受资产 杠固定资产了 好 37纪是终止经营 其实这块没有什么可说的 考试呢 无外乎就是让你去判断 是否满足终止经营 以及终止经营的猎豹 就这点东西 因此各位同学 对于终止经营 你要知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它就是 但是一定要注意 要么这部分你已经卖了 要么这部分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受 所以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如果它没有处置 或压根就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受 请问它能叫终止经营吗 它不能 对不对 它不能叫终止经营 如果它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受 它就一定是终止经营吗 注意啊 不是 所以这两句话你要把它给我记住了 辩证的记住 至于一和二 这俩是母子之间的关系 不是公司啊 就是因为有了一才会有可能有二 如果没有一 二是没有的 一是主 二是从 三是独立的 就是该部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所以这是关于终止经营 我再说一遍也行 听好了 再说一遍是什么 如果被划分为终止经营 请问 要么它是已经处置了 要么它一定是被划分为持有代受 这句话对不对 对的 要么你都没卖你终止经营个六啊 要么你没划分为持有代受 你怎么有条件 有资格成为终止经营呢 好 这句话是对的 第二 如果被划分为是终止 对不起 如果被划分为是持有代受类别了 它就一定是终止经营吗 注意不一定 你把个设备准备要卖掉 被划分为持有代受 它能是终止经营吗 注意不是 一定要看什么 说你这个要代表一个独立的主要业务 或者一个独立的主要经营地区 得足够规模 规模给足够大 这才OK 终止经营包括的还一 第一个终止经营应当是企业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 第二要具有一定规模 第三要满足一定的识点要求 要满足一定的识点要求 这些识点包括第一个 说组成部分在资产负量本日之前已经卖了 已经出售了 已经结束使用了 第二个 应当适时的将满足持有代受类别 划分条件 企业构成企业终止经营的项目 作为终止经营处理 在这里就我刚才说了 是不是所有的持有代受都是终止经营 注意不是要判断 所以这块各位你知道吗 出题出文字版的选择题 它会怎么出 需要判断 它不能这么说 它就说 企业被划分为持有代受的 应作为终止经营随意进行列报 错的 我今天把这话说来这 考试考了 你千万切记 这句话是错的 我再说一遍 你没听清 企业被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的应当作为终止经营进行列报 错的 因为持有代受未必一定是终止经营 明白了吗 你把这句话给我记住了就OK了 错的 好不好 哎 错的 记住没 行了各位同学 我原本计划今天是要把第一个模块啊 必拿下40分 讲完 其实是能讲完的 只不过呢 我还是希望给大家讲细致一些 大家有问题 我能够多多解答一些 这样的话 我不希望大家在课上有过多的这个疑问 因此呢 我们今天就没讲完 没有完成 也没有关系 我们下这个课再撵一撵 好不好 不讲了 不讲了 各位再讲你们吸收的也不好 都已经10点21分了 不是刘老师不能讲啊 刘老师讲11点也没有问题 因此呢 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了 好不好 各位同学 行不行 因为我再讲多 你们吸收不好 是不是 我们再上个7月18号了 今天多少 今天是 今天多少 16号 18号 周一 周一晚上 是不是 所以一定 各位同学 要把今天课上所对应的飞跃必刷题 要做完 好不好 我们把飞跃必刷题 做完 今天是不是16号啊 今天是16号 对不对 好 把飞跃必刷题 做完 然后呢 你做一遍 脑子里有遍印象 我再给你讲一遍 两遍印象 加持 是不是 到最后 冲刺阶段的同学 咱努努力 克服一些困难 我困了 我想办法解决 我饿了 我累了 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我跟你讲 其实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已经工作了 对不对 大部分人已经工作了 相比于学习而言 工作跟学习比较 其实学习是相对比较单纯且简单的 第一 没有人际关系 第二 只要我努力了 我就会得到回报 工作未必的 对吧 工作那里太复杂了 所以相比而言 工作跟学习 学习是比较简单的 好不好 只不过学习是比较乏味的 这个时候呢 就看谁能够真正真正体会到 刘老师刚才说的话 你自己慢慢品吧 学习的是我自己决定 我今天想学我就学 我不想学我就不学了 工作可不是 对不对 生活也不是 特别是你已经成家的同学 你不爱看他 你能跟他厘赖啊 这孩子不听话 你能跟他咔 不可能的 但学习可以 对不对 咱们前面该怎么玩 该怎么玩 该怎么乐 该怎么乐 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从现在开始往后 你还有40天左右的时间 努努力 今年大有希望 好了 各位同学 您学习 辛苦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 我们下个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